不知道 反正就慢慢开了 就是希望没有大事情 但是我比较希望期望的就是周四那天 雨一定能不能小一点 因为我前几天查的时候 明明还是中雨 结果今天我在查 周四我们出发那天 广州就改暴雨了 这可咋整啊 真是的 烦死了 我只能祈祷说我们出门的时候 雨还没下大 然后我们趁着还没下大 赶紧跑路 然后冲出广州 然后找一个 他柳州我查了一下 雨还没有什么那么离谱 如果我能开出去 开离了广州 可能会好一点 怎么办呢 真是的 五一出行 遇到雨 到处都是雨 就黄果树瀑布那边不下雨 然后那个 而且他们说黄果树瀑布 他们 三月到五月这时候为什么水涨呢 说那个时候是好多农田要灌盖 他会把水引流上流 可能把水拿去灌盖农田去了 导致的下游黄果树就水少 总之如果是大瀑布你就愿意看 觉得壮观 如果就是涓涓细流 或者是普通瀑布 你就觉得没意思了 到哪不能看普通瀑布 是不是 然后我擦他这会儿下雨也就这么露天摆着外面 真是洗刷刷呀 就是 就反正是油画油画是吧 不怕 不怕掉水是吗 这不是油画 那个油可能是不怕水 但是那个板子不怕水泡吗 我不能理解 看人家一幅画 可是卖三十四三十五四十的 我到时候如果台湾能来小粉丝面积的话 也不认得小粉丝面积吧 然后我是打算送他一幅我亲人画的画的 然后我又知道我一个朋友 昨天加了Facebook image Message Message 聊天 然后那个他原来是吉隆坡的呢 真是早知道呀 早说呀 我和我妈一起保持了一下我们的记忆 发现我们16年17年还有19年都去过吉隆坡 因为亚航就在吉隆坡要经常中转 然后吉隆坡还有144小时过境免签 然后我们经常就是会去那里中转 去东南亚旅游 然后就会就是歇一下子 然后逛一逛吉隆坡 然后所以我们去过好几趟吉隆坡呢 然后就没有早认识 早认识的话 出境早就那什么面积了 但是也说明还是有可能的 未来几年 万一我还去趟吉隆坡 中转去旅游呢 还是有可能 应该不知道呀 今天下半年不知道国际机票 能不能再降的价格 如果能降价一点的话 可以跑出去玩 Os 不 高超过去旅游啊 也许啊 ah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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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啦啦啦啦